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 已经到了邓小平先生所讲的 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 中央出手既是势在必行 也是理所当然 香港内外敌对势力 所作所为 已经造成香港长时间乱局 并且危及国家安全 而且有关活动及其危害 大有欲言欲力之事 面对这样的情势 能够设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可以坐视不理 或者缩手无策吗 所以有不少朋友跟我说 他说这次中央出手 是香港反对派和基金分离势力逼出来的 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说法 他们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 忍让当作软弱可欺 做得太过分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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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